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在上一次的分享中 我们从使徒行战第八章 腓力的例子分享经历神的带领 我们讲了主的话 领导腓力和腓力信心的回应 我们讲了腓力顺服的结果 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这个题目 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三方面 腓力听见圣灵的声音和腓力的顺服 使徒行战第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上说 圣灵对腓力说 你去 贴近那吃走 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 弟兄姐妹 以上的经文是一个生动的画面 让我们从三方面思想它 第一 圣灵对腓力说 这真是宝贵 在开始的时候 是天使引人的样子 向腓力显现说话 现在是圣灵在腓力心里感动它 腓力成长是一个有圣灵住在心中的人 因着圣灵他看见天使领受指示 现在圣灵又亲自向他说话 在使徒行战中 这是第九次提到圣灵 第二 圣灵说 你去 贴近那吃走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在行动中的画面 财政部长的吃 一直往前走 没有停下来 腓力也朝同一个方向在走 只是财政部长的吃走在前面 腓力在后面 并且已经走了一段路 现在圣灵说 你去 就是你加速步伐追上去 靠近太监的吃走 第三圣经说 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 感谢主 这里我们看到腓力的顺服 其实 腓力一直顺服 他是一个顺服的榜样 我们无妨看几个例子 第一 神指派他服侍教会中 说希腊话的寡妇 他顺服 第二 神借着逼迫带他下到撒玛利亚的境内 他顺服 第三 天使叫他走宽野的路 下到加撒 他顺服 第四 圣灵说 你加开步伐 贴近那吃走 他顺服 弟兄姐妹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中 我们发现神拣选腓力做的功 都是跨文化 跨种族 跨宗派 跨皮肤颜色 是富有挑战性的 不是吗 服饰在说希腊话的寡妇当中 这是跨文化分属的 服饰在撒玛利亚人当中 这是跨宗派和种族歧视的 走宽野的路往加撒去 这是跨理性和逻辑的 像埃萨尔比亚的财政部长说话 交谈 这是跨皮肤颜色 跨阶级界限的 但每一次神无论怎样吩咐他 他都无条件接受 他不问为什么 因圣灵与他同在 心中充满把握 他知道 不回应神 而且顺服 就无法经历神的带领 就没有机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四方面 腓力与太监的对话 使徒行脏第八章三十节下到三十一节上说 腓力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便问他说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他说 没有人指教我 怎能明白呢 弟兄姐妹 以上的对话虽然简短 却有很多值得我们思想和学习的 不是吗 腓力接受了圣灵的命令 就跑到太监那里 但如何像一个拥有国家重要地位的高级官员 又是一个陌生人 开启话题呢 让我们一起欣赏 第一 腓力先听后发问 先听可以帮助腓力了解对方的观景 例如他懊恼有困惑吗 他有需要解释和帮助的吗 他有值得肯定或称赞的吗 弟兄姐妹 先掌握对方的具体资料 再发问题 会给对方机会说出自己的心情和感受 也会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对方 更准确知道他的思想与挣扎 你只晓得从哪个角度切住帮助对方 但这里的要点是先听后发问 先听后发问对对方是一种尊重 先听后发问可以避免说错话 避免造成尴尬 避免引起误会 第二 腓力有礼貌的 直接的 中肯的发出问题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太好了 腓力不是遇见有钱人 就说钱的题目 他不是遇见政客 就讲政治的话题 不 他没有讲惨媚的话 他没有讲阿谀奉承的话 没有讲夸大夸张的话 相反的 他问问题很有针对性 就是你现在念字经文 你明白吗 你懂得里面的意思吗 若不理解 怎能建立信仰的根基呢 若不理解 怎能使你在知识上成长呢 若不理解 怎么会有喜乐呢 第三 太监谦卑的回答说 没有人只教我 怎能明白呢 啊 这位太监的宝贵 在于他的诚实 他本来可以骄傲地说 我是堂堂的财政部长 我受过高等教育 你没有听见我正在念圣经吗 我竟然能念出每一个字来 难道不懂得其中的意思吗 或说你是谁竟然挑战我 没有 这位财政部长没有爱面子 没有不懂专懂 相反的他诚实又合理地承认说 没有人只教我 怎能明白呢 他这句话其实也在暗示 先生 你明白吗 你做明白 愿意只教我吗 我的确需要帮助 弟兄姐妹 在学习圣经的真理上 我们也必须永远保持这样的心态 虚怀弱骨的领受 谦卑的学习 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五方面 太监的善意和慷慨 使徒行战第八章三十一节下说 于是请菲利三次与他同坐 弟兄姐妹 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 这告诉我们顺服神的带领真美好 想一想 菲利与太监之间素不相似 没有往来 没有情谊 没有共同的话题 他们存在着文化的鸿沟 地缘的隔膜 和地位的差距 我们可以想象 菲利的服装是便宜简单的 太监就要考虑到自己的身份 他对菲利可以完全不屑一顾 但太监没有傲慢 却尊敬菲利 竹童老师 请菲利三次与他同坐 两人共乘一步吃 畅快谈论教学乡长 这恐怕是菲利一生中第一次 坐上国家级的教吃呢 有可能哦 现在我们讲第六部分 太监的问题 使徒行传第八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说 太监当时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那段经文说 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他卑微的时候 人不按公义审判他 谁能诉说他的世代 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 读完了 太监很有礼貌地问菲利 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 是指着自己呢 是指着别人呢 太监的意思是 有谁是主持之伟大的呢 这一位就是先知 先知难道会预言自己吗 如果所预言的是另外一位 他是谁 换言之 如果这是指着一只羊 那么是无所谓的 如果这是指着一般人 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如果这是一位能代表整个世代的人物 我就必须认识他 弟兄姐妹 埃萨尔比亚这位财政部长 是一位有智慧的人 是一位有思想的人 是一位学者 因为在这伟大经文的面前 他越读越有兴趣 越读越发现他的高超 越读越深信 这其中蕴藏着奥妙的真理 哦太监 深深的被吸引 若没有得到正确 圆满的答案 他绝不罢休 弟兄姐妹 以赛云的预言 的确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真理 不要说这位太监意识到他的表达奥妙 我们今天读起来 还是觉得无比的震撼 不是吗 第一圣经说 他向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这里呈现的画面是 他是替罪的羔羊 是那拯救罪人免死亡的赎罪计 他自己是无罪的 是圣洁的 是无瑕疵的 却单单罪人的罪 被牵到宰杀之地 被陷在祭坛上 自己死亡 却叫别人得存活 那是何等崇高的爱 对羔羊来说 这是多么不合理 却是如此必要 因为做不流血替死 犯罪的人就必须死 替死呢 那又是何等牺牲的爱 是生命何等的代价 是何等惨痛的死亡 第二圣经说 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这里呈现的画面是 顺服 是整奈的顺服 是温柔的顺服 是绝对的顺服 是终极的顺服 顺服是他良善的性情 顺服是他完全主人的心意 顺服是他能因他得益处 第三圣经说 他卑微的时候 能不按公义审判他 这句话有两部分 第一 他卑微的时候 说明他原来是崇高的 是尊贵的 是重要的 但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候 他甘愿降悲 变成微小 甚至转坐 在他卑微的支持里 他被人藐视 轻慢 修阻 遭他 第二 人不按公义审判他 这句话说明 他被误告 被捆绑 被带到法庭上 受审判 被鞭打 定罪 且受刑罚 但他受的都是 非公平 是极大的冤枉 第四 圣经说 谁能述说他的世代 这句话呈现的是 他是一个化时代的人物 太监想 国家的君王不能代表他的世代 思想家 教育家 不能代表他的世代 政治家 军事家 不能代表他的世代 因为他们都受地区的限制 而且要成为化时代的人物 他必须是非凡的 杰出的 超越的 因为他要结束先前的世代 就是黑暗的世代 定罪的世代 绝望的世代 却要开启掌心的世代 就是真理和恩典的世代 是罪和称义的世代 希望和永生的世代 第五圣经说 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 这经文又叫太监觉得非常奇妙 难以置信 他想 这一位如何成为化时代的人物呢 不但借着他的生 更是借着他的死 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因为人产生影响力 是在他活着的时候 死了就画上句点 结束一切被人忘记 且被放进历史的博物馆 但这一位完全不同 是借着他的死 才写下新的篇章 弟兄姐妹 太监读了这奇妙的经文 一方面他深深被吸引 另一方面 他有很多不明白的 他需要有人讲解给他听 今天因时间的关系 在下一次分享中 我们将看腓立族和向这位太监 讲明圣经的奥秘 当我们走进去的博物馆 What glory He sheds on our way While we do His good will He abides with us still And with all who will trust and obey Trust and obey For there'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But to trust and obey Not a burden we bear Not a sorrow we share But our toil He doth richly repay Not a grief nor a loss Not a crown or a cross God is blessed if we trust and obey Trust and obey For there'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But to trust and obey What we never can prove The delights of His love Until all on the altar we lay For the favor He shows And the joy He bestows Are for them who will trust and obey Trust and obey For there'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But to trust and obey Then in fellowships we We will sit at His feet Or we'll walk by His side in the way What He says we will do Where He sends we will go Where He sends we will go Never fear only Trust and o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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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For there'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But to trust and obey Trust and obey